从这一次立委龙头争夺战开始 很多人都讲柯文哲要博身量 坦白说我太了解柯文哲了 就是柯文哲这个人 他有一个长处 你给他舞台 他会唱作俱佳 没有舞台的话 他会生气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柯文哲 已经宣布 民众党将由黄珊珊领军参选令院 龙头保重 柯文哲的做法 得到了国民党一致性的了解 其实柯文哲的做法 就是表达了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我不介入你们蓝绿之争 但是我还是按住韩国瑜 江启成 那至于韩国瑜跟江启成能不能选得上 那是看你国民党的本事 这个是一个 第二层的意思是说 也警告了民进党 你说我八席是废票 你说我八席 不是关键少数 你那么看不起我民众党 你不要我民众党的八票 你由昌佩就选选看了 你有本事 我佩服 你没有本事的话 就证明我八席还是关键少数 这是第二层意义 第三层意义 就是柯文哲转而支持 韩江沛 而不支持尤昌沛 这就是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 这个政治立场 我随时可以跟国民党合作 你民进党不要给我那么得意 那么嚣张 天天羞辱我民众党 事实上柯文哲他想争取的 就是大家是平起平坐 没有所谓大跟小的问题 我从来是一个小党 我还是有关键少数的力量 而不是少数关键 从柯文哲的做法上面你来看 他送了一个人情给了国民党 而且他也警告了民进党 以后对我客气一点 不要动不动就批评本党 这三个我们回过头来说 当柯文哲决定 自推人选黄珊珊 为立院龙头的时候 朱立伦我们看 朱立伦本来是撞墙 或者是垂墙 用手去垂这个墙的 因为他生怕韩国瑜跟江景城 当选不了 他是个国民党主席的位置就不保 那现在呢 他变成了靠墙 他靠在墙上 他很有安全感 因为第一颗炸弹已经被他拆除了 那现在剩下第二颗炸弹 那第二颗炸弹那是什么 就是说如何控制 我国民党的54票 一票不跑 所以他寄出了冷冻条款 我们讲叫做霸 暴容条款 就是说你不愿意团进团出 你不愿意集体量票 你也 一票 你也不能跑的情况之下 只要你跑掉一票的话 当场就党级处政 党级处分就是开除党级的 显然 朱立伦也希望借由韩国瑜 江启臣的当选 能够保住他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 这个是朱立伦 那我们再来看民进党的党主席 赖清德 不顾党内 其他委员的反应 就是提名 游锡坤跟蔡启昌 作为一种搭配 事实上 就我所知 民进党内 对游锡坤去拜见民众党的巴西立委 是感到相当的不满 所以呢 他们就频频放炮 各位要知道 放炮的是党团 事实上 柯建民已经告诉了游锡坤 你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 他去拜会所谓的 白银的巴西立委 但是重要的决议 还是我党团决定 换句话说 游锡坤是虚的 他是实的 他是地下院长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一旦立院失守 赖清德必然会撞墙 所谓的撞墙呢 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民进党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这个心理准备呢 是什么 就是说重大的议案 争议性的议案 想要在立院闯关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这个是赖清德上台后 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所以现在赖清德拼命的撞墙 拼命的撞墙 或许他该悔恨吧 为什么要提名游锡坤 因为按照过去 民进党的惯例 都是四年一任 你再让游锡坤做个四年 等同是八年 那偏偏党团不支持 党团重要的三长 每一个人帮游锡坤讲话 那你说游锡坤干下去 还有什么意思 这个是赖清德撞墙 那最高兴的就是 柯文哲 他把立院龙头的大墙 装置成自己的颜色 就是他在图墙 他不是说奋发图墙 他是一个图墙 就是说我这个白色 总算能够上墙 过去的五席 经常遭受民进党的打压 那现在他可以扬眉吐气 扬眉吐气呢 我就开始图墙 把这个墙漆成白色 然后他告诉 然我人情也给你 至少你人情上面 你要怎么还我 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从这一次立委龙头 争夺战开始 很多人都讲 柯文哲要博生量 坦白说我太了解柯文哲了 就是柯文哲这个人 他有一个长处 你给他舞台 他会唱作剧家 没有舞台的话 他会生气 他会垂墙的 那好不容易 现在国民党又给他一个舞台 你好不容易所谓的 蓝白河蓝白河 到了最后一场战役的时候 他虽然表面上 他不支持 那韩江沛或者是游昌沛 但是至少他表达了立场 我暗注是韩江沛 你韩江沛你有54票 第二轮那你应该可以当选 第一轮或许你过不了关 但是第二轮你必然可以当选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是让韩国瑜将其成 清州已过万崇山 就是说我不再当你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三党的主席 一个是靠墙 靠在墙壁上 他很有安全感 不必撞墙 也不必垂墙 那第二个党主席赖清德 他就开始拼命要撞墙 会碰壁的 那第三个我们看 柯文哲他就开始途墙 至少未来在议案 招委的席次上面 还有相关的改革的诉求 你国民党既然已经答应我的话 我就要看你做多做少 我再决定下一步的 行子 行 子是子部的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 现在三党大概大势顶定 既然大势顶定 那剩下的就是国民党的事 如果国民党有任何的意外 你非但对不起民众党 而且你国民党必然十分五岳 这是柯文哲为什么要自身事外 但是暗住韩国瑜的关键所在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